大家好,我是拉仁哥 又是出賣朋友系列 今次出賣的就是藍絲投資學 所以有幾個 怎樣分為朋友呢? 其實在19年之前 其實藍絲、黃絲 不是那麼明顯 因為很多時候大家做生意也好 做投資也好 很少講政治的 在19年之後才分道洋標 所以未有19年的社運 其實大家都可以是一個朋友 19年之後 是不是朋友呢?大家心照 很多時候都會 吃飯一起吃 一大群人出來就一起吃 大家就盡量不說政治 就沒有什麼衝突 而今天的話題就總結了 有幾個藍絲的投資學 就是告訴大家 為何到今時今日,他們都不肯沽樓 好了,在未開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訂閱 請幫忙訂閱,請贊助分享給朋友 如果有時間的話,請幫忙看廣告 多謝大家的支持 好了,第一個出場的藍絲 她是投資學 又如何呢?她很喜歡出風頭 即是你去買豪宅 買店好,都到處搶通天 今天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這幾年才買豪宅 你以前搶通天 現在每個人都在這裡笑 最近她說自己受到網絡欺凌 今天每個人都在這裡笑 今天每個人在這裡笑 原因就是你當日太高調 你好像買一些東西都沒有人知道 周圍跟別人說 大家都知道你很有錢 但問題,錢是否財不可怒眼 中國人經常說 是你這麼高調,沒有辦法 當你這麼高調,今天就要瘦了 這個藍絲其實現在都頗慘了 很明顯 她早幾年賣的 其實去年或前年都可以沽 為什麼去年不沽呢? 面子問題 嘩,我這麼高調 唱好了 舖師好,豪宅好 現在我回頭去沽貨 會不會又給別人大眾文章呢? 我告訴你,一定會 如果你今次一沽 我覺得你的舖和豪宅會輸一半 大家就拿出來做文章 為什麼我會輸一半 你看看波叔 海獅餅店 就算現在八億的舖王 梨永濤 拿出來,差不多都是輸一半 所以豪宅和舖典 會不會輸一半 還有日治安安慰 豪宅有租客,舖典有租客 有租客不代表你不用輸 雖然你說現在這些租客 可以加到租 加到租你也是輸的 你收多少年租才可以補貼你輸的部分 總括來說 藍絲的投資學 買東西是唱通天 賺錢當然是小哈哈 很威風 現在輸錢,輸錢就只責你網絡欺凌 好,第二個藍絲朋友 就是陳世美 大家知道什麼叫陳世美嗎 即是拋妻棄子 這個真的是 為什麼呢 因為他結婚了 就生了兒子 後來他打了一份工作 他應該給太子女看中了他 男子 他就說他太子女主動追他 不是他追過太子女 後來覺得和太子女比較合 所以就拋妻棄子 所以我們背後叫陳世美 這個陳世美在市民倒塌的時候 很囂張 經常去購樓 差不多年年都去購買一兩層 然後就是 他是購買的 因為他的外價真的很有錢 做生意 我想他也說他有幾億的樓 他自己有幾億的樓 那他外價有多少錢呢? 我們有時候會約出來吃飯 以前 19年之前 吃飯途中 當然會找一些新朋友出現 他的口頭時問什麼呢? 他一見到新朋友 就第一句問新朋友 你有沒有PB PB意思是Private Banking 你有沒有一個私人銀行 他經常叫人開一個私人銀行 為什麼呢? 他說在私人銀行借錢出來很便宜 如果你越多錢 可能一泥都不用 即是美借出來 你再貢購 然後就買股票 你買高息的 有四五泥 你比就比一泥幾 但你收息都收四五泥 你何樂而不為 股價又升 所以他見到新朋友 他的話題也是 環繞著 幫助新朋友 他很熱心 幫助新朋友 開啟PB 如果有些朋友 開啟PB 你現在怎樣便宜的 都要有一米美金 即大約有八百萬資產 才跟你開 要是Cash 或者是股票 你不幫人扭 那他又怎樣呢? 他可能跟某些PB 就熟了 他會幫助新朋友 例如你只有六百萬 那我欠兩百萬 那我和你共了才進去 即是共了光 那你便足夠八百萬 即共了便和你做 其實他就覺得幫助新朋友 即是19年前 但這幾年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股又跌,樓又跌 其中有些朋友 聽他們說 即是共了進去 因為你一跌 你一跌價 你的股票是要補倉 你不補倉 就斬倉 所以很多朋友 因為他這樣 不是很多 有兩三個 因為他這樣 之後要賣樓 來賺錢 即是有時候 我覺得他這麼熱心 是不是因為太有空 因為 工又不用回家 不是說有人養 太有空 想認識新朋友 然後幫助新朋友 覺得自己的賊存在感 好 那這個藍絲朋友 投資學又是怎樣? 就是叫你開 Private Banking 借便宜錢 去買股票 或者買債券 那不就糟糕了 尤其是你買直債 尤其是落房債 真的糟糕了 真的有兩三個朋友 因為他這樣 真的跟老婆 反面買樓 遲些的朋友 我才慢慢說 今天只說了藍絲 我在Telegram 局 也看到有些 谷有問他 你說介紹過幾隻股票 最近為什麼沒有聲音 那他就 完全不回答 樓又是問他 樓怎樣看 他又不回答了 第三個藍絲朋友 他的投資是怎樣 搬龍門 為什麼搬呢? 因為自從2020年中 不是有個葵花布典 當時我都叫 這樣搞法 那些人想走 我自己也走 所以我都覺得 那些人不會走 這麼多人走 那些房子不行 其實當年 2020年6月 到2021年7月 樓價還在升 當然 因為發生了19年的事 我初初和他們的關係都不錯 當然有些大家在爭執 那他就單挑我 他說 你經常說到移民潮這麼多 那敢打賭 我說怎麼打賭 他說 如果超過20萬人走 大家賭100萬 我當時真的跟他賭 100萬 我覺得有20-30萬 我怎麼不知道 那我跟他賭 我說五年約 五年約 五年後大家就分曉了 到2021年 1月31日 今天BNO計劃就開始了 一開始大家都知道 頭一個月 哇 已經幾萬人了 頭半年已經差不多 7萬了 他那時候的公佈 頭半年都7萬人了 後來到了2021年 差不多9月10月 他就去Whatsapp 因為我已經去了英國 然後 不是 是我Whatsapp 他說 現在來了英國有這麼多人 差不多10萬了 我說 那是不是賭藥繼續 是不是20萬了 那個移民潮 他說不是 什麼叫潮 潮就是要100萬 他說 100萬 你哪有可能 為什麼沒有可能 因為其實香港 已經有幾十萬人 有外國護照 有美國 加拿大 澳洲 那些人不是叫移民 那些人是移座的 那些人叫回家 就是回自己的國家 就是回家 那怎麼可以新增 有100萬的新移民呢 那些人是很誇張的 除非是打仗 那些人就不走 後來100萬的賭藥 當然是做不到 他臨時搬龍門 他還在搞事 他經常覺得樓市沒問題 在21年底 他買了一間 應該是1000萬左右 他也不敢買多 買多一間 一千萬左右 現在大家都知道 在21年買 一定是輸 現在 他也沒有放過樓 那些樓是沒有放過 那時候我叫他放樓 他也是說 看過股市 他說你們那些人 走了 大陸人不下來 就頂住股市 就像我今天 做幾個小時 那條片 是不是大陸人可以頂住股市 當然頂不住 最近我在Telequan群組 也看到有些發言 他就問一些谷友 樓市怎麼看 這隻孤子怎麼看 但沒有人回答 因為每個人都輸得很麻煩 買了樓的 就免得刺激你們 我們買樓的 就免得刺激你們 我們都走了 未買樓的 每個人都輸得很麻煩 哪有心情回答 你呢 發覺整個群組 整個投資群組 很多人都自然自愈 扔一句出來 就沒有人回答 不像以前 一天一千多二千個回覆 現在十隻手指數了 總結藍絲朋友的投資理念 不斷搬龍門 搬到龍門自己就贏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和收看 拜拜 多謝大家 wer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